体内含痰,用二层汤没用? 简单,七味中药,健脾化痰,行气,让你痰去百病除 喉咙总是有痰,怎么咳都咳不完? 还痰老是卡喉咙,很粘腻,甚至有时候还伴有心寒吃了,胸部慢闷的情况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其实这些问题大多数是因为体内含痰所导致 今天就教大家因为中药,帮你健脾气,温化体内含痰 在中医上有句话讲,百病兼因痰作随 而脾胃神痰之源,因此人大多数生命多与痰有关 而痰的生成则与我们脾脏有很大的关系 脾胃后天之本主运化 我们身体所需的水骨精微以及营养物质都是靠脾的运化能力来输送 一旦脾脏虚弱,脾脏无法把摄入的水骨精微 以及营养物质运送到身体各个部位 久之导致痰食内伤,再有寒邪之气筋入 这样者导致痰在体内根深蒂固很难去除 那应该怎么办呢 今天就为大家分享一个可强力驱坛的方子 七味厨师康 该方是由福里营、仓主、霍香、半夏、陈皮、厚补和治干坊 这七味重要组织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祖方 方中首先用福里营、仓主、霍香来健脾驱失 福里营能把体内多余的湿气聚集在一起 从而切断生坛的根源 仓主则能健脾 脾气充盈则运化水池能力提高 而霍香也可以驱失、驱坛 快速行脾 三者合用可以把脾脏调供起来 驱除体内湿气 然后用半夏、陈皮、厚补来专攻化坛 这三位都是离气化坛的良药 半夏凡是身体有坛 不管在哪个地方都可以化掉 厚补可化脾胃坛质 而陈皮的配合半夏厚补 化掉全身之坛 而且还能离顺全身气机 最后用脂肝头 不仅健脾还可以调和主要 总的来说以上就是七味厨师汤的方级 熟悉药理知识的朋友就会发现 这七味厨师汤 其实就是在二成汤的基础上 加了厚补或香仓主 当然二成汤也是建屈尸化坛的方子 因此这七味厨师汤 也可算是加强版的驱坛方 好了今天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提醒大家一定要找专业的医生进行辩证条理 不要自行抓药 我是沈医生 有问题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谢谢大家